大家好,我是麦子齐悦,有点犀利有点事的Black 上节课,我跟大家一起设计了存储博客的数据表的结构 那么这节课,我就跟大家一起来书写博客系统中发铁模块的逻辑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呀 我们先看看页面吧,我们一步一步往下走 这就是我们博客的首页啊,我点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这个时候,他到这个什么,他那个登录页面啊,到登录页面 为什么会要登录页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打开block,然后看到action,action我们先看这个man block action man block action,也就是刚才我们要跳转的这个action,同学们看 是不是有个actionman block在屏幕的左下角 我们点开它,这个时候他跳转到这个action log in action log in,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看我记不记得老师在最开始讲这个代码结构和这个 这个action的一些附类的时候讲过这个need log in need log in啊,你看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别的区别啊 但是需要有一个need log in啊,那个这个need log in在哪里用啊 我们就看action base啊,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啊,就是说 当need log in等于1的时候,我们干件什么事儿,我们干件什么事儿 我们掉一个check log in啊,check log in干什么,check log in干什么 判断有没有Uler info,如果有Uler info就啥也不做啊,啥也不做 就应该去展现我的博客这个模板了,但是没有呢,没有就跳转到登录页面啊 没有跳转登录页面,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need log in等于1 就代表这个页面需要强制登录,如果没有登录那就去登录,如果登录了,那我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同学们能理解吧,好,那我们现在登录一下 好,登录以后呢,回到了首页,然后我们先再点我的博客 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一个我的博客页面了啊,我的博客页,看这儿 这个时候有个赞无博文啊,赞无博文,赞无博文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往下看啊,赞无博文这个时候我们干什么啊 我们要写博客,对不对,这边有个写博文 我们看一下模板,我们看一下模板,这里面模板是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 看,我们看一下,这就是那个man block那个,的一个模板,展现的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这个模板干了什么事,你看这个地方是,是循环,循环一个列表 真的是循环一个列表,这个呢,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输出赞无博文 这个地方呢,是如果有分页,那就把分页打印出来 没有分页的话就不显示,是这个地方同学们 没有分页就不显示,好,这个地方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按钮 看到有个button,这个按钮嘛,有一个java skip事件 如果,如果是,点击的话,那么它要跳转到什么呢,跳转到post block 跳转到post block,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点击是什么效果 点击是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啊,它跳转到了发博文的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页面的元素是什么,请输入博文的title 然后呢,分类,这有几个分类,个人心路,技术控,学习心得 还有一个是,只有自己可见,这个go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一个什么,一个 博文的主要输入的地方,这里使用的是一个百度的副文本编辑器 然后有个提交按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ction,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ction 然后呢,post block action,点开啊,这里同样啊,同样是有一个needlogin 如果它没有登录怎么办,如果没有登录,它这个时候就跳转到登录页面了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post model,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它model干什么了 我们看它post model干什么,这里面啊,定义了一个block type block type,并且把这个block type付给输出,付给这个result 现在啊,就是说有种说法啊,可以把这个东西存在数据库里 也可以把它定义到配置文件里,可以定义到配置文件里 但是写在这里嘛,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 同学们呢,在我讲完以后啊,把这个东西啊,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抽出来,不管是放到数据库里啊,还是写到配置文件里 把它弄出来,这些怎么做,根据自己同学们自己觉得怎么好怎么做啊 怎么好怎么做,但是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 好,那我们现在看啊,我们现在再看action 再看action,这个action呢,这个action给它附了一个action等于myblog 然后呢,输出,为什么要附myblog啊,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是不是还在选中我的博客啊,是啊,我的博客 如果细心同学或者是记性比较好的同学,这里肯定会记得 我们当年在这里定义了一个这种选中的标签,怎么选中的啊 怎么选中的,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action等于blog的是myblog的时候就会选中啊,选中这个标签,这个标签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时候,它这个时候直接展现了这个模板 把这个模板展现出来,把这个模板展现出来 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是怎么回事啊,看这个模板怎么回事 这个模板,这个模板啊,它包盘了一些GS 这个GS啊,就是那个刚才我们使用的那个编辑器的那个那套东西啊 就是需要的必要的一个模板 这个BloggerGS啊,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模板啊 这个,不是,自己写的一个GS啊,这个GS主要干什么啊 负责检验我发这个发帖的时候的一些啊,猜数是否正确啊 或者是不是漏传一些的,对吧,笑页的,我往下看一下啊 往下看一下,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必须要写在这个页面里的一些GS啊 写在这儿,不然没法,你没法用百度那个复文本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父母啊,父母,这里呢 这里啊,这些父母啊,我觉得我就不要多说了 这也是一个slack,对不对,这些都不用多说了 我们主要现在来看一下效果,看一下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写,提交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哎,这里会告诉你输入title啊,输入title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这个BloggerGS干的一件事 我们看一下BloggerGS怎么写的 在这个BloggerGS,它掉的是怎么,掉的是什么 掉的是这个TrackPostBlog,我们看一下,这个在JavaScreen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TrackPostBlog,对不对 然后呢,他只干了他这里做一件事,TrackTitle TrackTitle,TrackTitle只检测了一个是否为空啊 老师写的比较简单啊,写的比较简单 但同学们的意思应该理解了吧 上一课我讲了一些,讲过这个注册的时候 也是一些表单的验证,就在这儿 那么这节课的时候我就没有写那么全面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把它补全啊,可以把它自己补全 好,接着我还要看,那么如果这些都过了呢 那我们输一下啊,写一个,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好,内容怎么写呢,内容我们写的炫一点,我们写的炫一点 我们先复制一下,同学们说这是什么炫的啊,这是什么炫的 我做一下,同学们就能知道了 这为什么是负文编辑器呢,好秀在于我们可以折腾它 我们可以折腾它,我们可以把它折腾好看一点 老师这里把它折腾成一种渐变大小的感觉,渐变大的感觉 渐变大的感觉,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有点高端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编辑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器 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实现一些文字的特殊效果 文字的特殊效果,也可以插入图片等等 就是同学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里老师就不深讲这个编辑器了,这都是有开源的文档的 我们改变一下字体颜色,被人红色吧,多喜庆 好,然后这时候我们提交一下,我们提交一下,提交一下 然后发现它到了manblock,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它提交到哪里去了,我们看它提交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觉得还要回退一下,回退下它什么也没有了 它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在自己开发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它提交到哪里去了,看看 这是提交到submitpostblog,我们看一下submitpostblog 它干什么了,这里action,然后这里干了件什么事 它这里就是说如果code为0的话,直接跳转,对不对,跳转 那么它这个里面掉了一个action,这个action我们找到它 找到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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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到它 好,我们找到这个action,找到这个action以后 我们首先看这个checkappearance,他写的几行简单代码 不是他写的,是老师写的几行简单代码 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检测这个title 是我为空,如果空的话就报一个异常 然后这个兽,如果兽是空的话,默认显示的是什么 默认显示的是什么,默认显示的是0 如果不为空的话,显示的是什么,显示的就是他自己 传过来几事就几,这里同学们能理解吧 然后这里的逻辑没有写,不关于写下面逻辑的时间 我要说一下东西吧,我没有写全检测,不代表检测不用写 同学们自己在写的时候要把检测写出来写全 或者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可能自己懒着不写 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学习 或者说是我们一个练手的项目 但是在工作中是一定要写的 如果不写的话可能会晾成大祸 可能会晾成大祸,这时候你的奖金 你的绩效,还有你的什么执声评定都不要想了 是吧,别人看你的话也会有一样的眼光 好,那我们这里应该干什么 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要接这些参数 接这些参数,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array等于这个 对吧,等于array,这是为什么 我们先申明一个类型吧,对不对 我们看接到的参数都用什么 我们先把这些参数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这时候不要让它带一下,如果不带的话 像刚才又跳走了,我们这个里面 正好把它做的帅一点 做的帅一点 它已经提交出去了,这个是没有办法 按错,按到回车了,它是有快捷键的 这是有快捷键的,那我们就按这么折腾吧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种结构 怎么样的结构,同学们说,哎呀怎么是乱码 怎么是乱码,在这里 在这里,我记得我讲过,在这里 把它编码调成UTF8就好了 调成UTF8就好了 我们先不管那些,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TATO,有一个BLOVTAP 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ADV6 这就是说,刚才我们输入的博物 你看,上面有HTTM代码 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参数都接上 我们把这些参数都接上,并且要插入到 数据库里去,那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Insert,我们要接个什么 我们要接个什么,我们是TATO 对不对,接个TATO,对吧 把这个接上 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能感觉到这个SIFE的 好处了,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觉得 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是不是 没有SIFE的话,是不是你都不敢用 对吧 好,TATO 然后呢,我们都复制几个 这样的话写起来会快一些 然后呢,是什么,然后呢,是 BLOG 这都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对不对 有的时候会忘了,参数到底要 写些什么,我们看 把数据库里打开,对比的,对比的来看 我们看结构是吧 结构,BLOG 结构 然后这时候啊,我们已经把这传上BLOG TAP 是不是,这里也必须要有的,我们把BLOG TAP 传进来 是吧,刚才同学们也看到这个参数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SHOW,对不对,SHOW在这里就有 对不对,SHOW 然后呢 然后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需要什么 BLOG有了,UZID 对不对 UZID 我们把UZID 我们把UZID传进来 UZID是怎么取到的 同学们可能奇怪,老师没讲过 这里怎么取啊,这里怎么取 这样取 UZ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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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能取到 为什么能取到 我给同学讲一下啊 这个是呢,你看啊 它是SUB POST BLOCK MODEL 那对应的Action是什么 就是SUB POST BLOCK ACTION 对不对 它这个Action里 它有GetResult传了个什么 传了个ZC userInfo 传了个ZC userInfo 这个Info哪来的 这个同学们应该知道吧 ActionBase里的 对不对,是不是这里头的 这里面就有这个参数 是不是 那它传到这个GetResult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用的 我们看ModelBase 它这里有一个UZERInfo 就是跟那个参数 如果为空怎么样 如果默认为 不是,默认为FALSE 不是如果为空 是默认为FALSE 默认为FALSE 那么它就给它这个地方 附一个值 把这个UZERInfo 附给它这里面 也有一个UZERInfo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能取到UZERInfo呢 刚才我们咋取的 这样取的对不对 UZERInfo 下载UZID 这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我们就能取到 好,再往下看 我们还需要哪些参数 还需要哪些参数 然后sDelete和CreateTime 对不对 sDelete sDelete 我们默认它是几 是0 对不对 是0 对不对 把它删掉 然后这里呢 这里就写CreateTime CreateTime 等于什么 等于Time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取到了服务器的当前时间 取到当前时间 然后呢 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把这个DogBlock NU出来 DogBlock NU出来 NU NU DogBlock 我们看一下 DogBlock里面是怎么处理这个插入操作的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 就是只有一个Insert的Block 然后把它 把数据传进来 DogBlock 然后直接Insert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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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掉起来有没有问题 DogBlock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Action Action 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到Action Action Action 是怎么处理的 它返回到这个什么 StarBlock PostAction 对不对 PostBlockAction 对不对 看到这里头 这是什么 有个锤道Code 等于0的时候 它要跳走 成功对不对 如果失败了干什么 如果失败了的话 我们应该展现这个模板 或者是跳到一个错误页 或者跳到一个错误页 或者跳到一个错误页 那就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有什么 就是要来控制这个Code 对不对 控制这个Code 我们现在切回来 如果这个是吧 等于等于 等于 处的时候是不是 等于等于处的时候 它就应该什么 Code就应该等于什么 Code应该等于0 对不对 那还记得我 像以前是怎么写的吧 那我们这就写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三页运算符来写一下 我先把这个删掉 看起来会奇怪一点 let's result 我们看一下let's result 要怎么写 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定义完很多东西以后 自己也忘了 但是我们回去看一眼的时候 就知道了 同学们可以养成好的习惯 model base model base model base里面 this result有个code 我们直接控制这个就行 对不对 code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ret 等于等约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处的话 如果等于处的话 它就等于0 如果不等于处的话 它等于什么 等于1 等于1它就错了 对不对 或者等于-1 等于1的话同学可能觉得奇怪 那我们看一下等于负比就行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能标识它是否成功 我们试一下 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还是成功了 看得没有 这个让它写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这是我第一篇博文 这个时候这是我第一篇博文 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这里有个bug 有个bug 那什么就是这儿 同学们记得了吧 是这么回事了 我这个block 它没有这个参数 它是这个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传进来对吧 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们再好好的发一篇文章看一下 好好的发一篇文章看一下 写个博文 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这都不是第一篇 那咱就写第二篇吧 第二篇博文 然后我们把它做的炫一点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做的炫一点 来做的炫一点 还像刚才那样折腾 然后这样的我们把它复制一个复制一个最大的加点颜色 对不对 加点颜色 加点颜色 红色 好 我们直接提交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 你看这个要是就出来了是不是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它的简介 他同学说 哎呀老师刚才我我刚看到不是有好多htn代码也插入进去呢 为什么这里没有显示呢 为什么这里没有显示呢 或者自己别看这么奇怪呢 这里说就是做一个概述 这里主要做一个概述简介的一个作用 很多人在写东西的时候 它是有逗号问号 咱们是没写 所以看起来奇怪 所以看起来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表是怎么处理的 看它怎么处理的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找到它先找什么 找到它的action对不对 先找到它的action 我们看action对不对 action action在这对不对 这里只是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展示 那罗林在哪 在这对不对 在这对不对 在man block model 好了 那我们这些课先讲到这里 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讲 这个列表页到底是怎么展现的 同学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老师会接着给带着大家往下走